大家好,我是欢欣 首先,终于出我们成狱这个测试试评了 一直以来,主要是没这个武将 其次,土豪们也懒得给我发视频 今天终于是借到一个我朋友的号 因为他有成狱这个武将 所以直播打了测试试评 选了一局比较精彩的来去做 当然前提我们还是讲一下这个技能 三学两技能 第一个技能射服 就是说每当结束 结束阶段开始时 那就是已经过完七排阶段了 就是你留下的牌完了去弄 这样子的话你发动射服 可以影响你回合外的手牌的上限 这样子的话 如果有二张这样子的武将 可以提高下你回合外手牌的作用 不过我来说 就是说成狱手牌小点也是有效果的 一会儿我来讲 你可以将一张手牌移出游戏 称为伏兵 伏兵可以记录一张基本牌或锦囊牌的名称 就你选择任何一张牌 包括什么杀闪桃 九一或者是锦囊 不管是任何锦囊都可以 完了在你的回合外 当其他角色使用记录的你这个伏兵时 你可以发动这个射服这个伏兵的效果 让这个牌无效 简单的例子 我现在设服一张桃 当我杀到对方求桃的时候 你设服一张 对方正在吃桃 你可以发动伏兵 让这个桃效果没有作用 其次的话 你举很多东西 让大家去开拓一下思路 比如你现在没有闪 你可以设服一张杀 这样子让他杀没有效果 其次又或者说是 你不想让我们的 比如对方有一个人穿了个藤甲 你的队友拿了一张鸣的火砂 你可以设服一张闪 从而让火砂产生效果 等等等等等等 你都可以去开阔一下思路 去找一下当时你这个局所做的 比如反贼骑手 我们没有什么要限制的 我们可以设服一张AOE 让对方骑手 不要打出AOE的效果 尤其像草皮主这样子的 等等等等等等 第二个技能崩裕 这个刚才我讲过了 就每当你受到伤害的时候 你的手牌数不大于 就对方有几张手牌 比你的手牌多的时候 你可以把你的手牌摸着 跟他相同 所以你回合外手牌少 也有一个好处 可能会提高你的防御性 让对方不敢随便打你 尤其手牌比较多的人 其次的话 你的手牌比他的手牌多 你可以弃致比他手牌的数量大的牌 从而造成他一点伤害 这个我一开始没读懂 但玩着几局我理解了 就是说 比如杀你的人有三张手牌 你的手牌比他多是四张 或者五张 你可以丢四张牌来造成伤害 就是比他三张手牌多一张就行了 所以这个大概是这个意思 行吧 废话不多说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今天打的视频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战绩 不过当然反对太多 也没有什么可参考的必要 不过我们来看一下效果 就让大家了解一下 这个土豪武将 主要很多朋友都买不到这个武将 目前淘宝价格3000多 还是1000多我也不太了解 反正是比陈林贵 王毅主 我是无脑点的成语 金卡局其实我也没闪 这样子的话也就怕二张 不过二张 可能还可能是个反贼 我们具体来看 比如说这个就像非常的像忠诚了 其实这一局我们考虑的就是第一点 那就是第一轮貂蝉对我们的威胁 所以就考虑一下 这边的话 王毅直接去打大桥 大桥直接拼杀了 王毅气肉觉醒 对于他来说也算是好事吧 起码是觉醒了 不用酱油的过 没有给貂蝉 这个是爆发牌 反正这个肯定是像忠诚的 二张这边跳了个钟 那这样子的话 我们也有机会去打死人 先杀一刀开五谷 希望帮大桥把乐弄出来 但是没有看到五谷 从而我选择拿连弩 决定去推死二张 因为我杀比较多 我没有找到任何柴热的 没办法 韩当这边空闪 那肯定是一个反贼了 因为忠诚肯定怕 我拿的名连弩了 忠诚肯定怕二张死 所以可能会考虑给他让闪 这边的话我强推 看一下能不能打死 然后漂亮 成功的打死 这个时候就产生一张牌 这张牌桃质量非常的高 但是呢 我没有选择留 因为你留桃 有顺差等一些限制 我不如把它设服一下 因为这个时候最怕的是离婚禅 而离婚禅最怕的是 他离婚完以后造成一些杀的输出 对吧 AOE我觉得都起次了 就怕一些杀属性传导这样子 所以我当时设服了一张杀 防止离婚禅的行动 对我们造成奔盘的效果 因为离婚禅的回合内的行动 是非常恐怖的 尤其是九杀 对吧 铁锁九杀这种伤害 就AOE起码是一点 但铁锁九杀有可能就奔盘了 所以我直接设服了一张杀 而留着一张头 有可能被拆顺什么的 我觉得不如及时性的去用出去 这个时候 貂蝉一拆一顺 铁锁 固定九 属性杀 然后我就让他明白了 从而主动直接奔盘 这个就是设服的作用 已经从一张牌达到貂蝉 已经开始喷脏话了 这个如果让他成功 绝对是奔盘的 因为他跟我讲 他手上有联弩 收了两个人 直接 他可能是什么 考虑的是 忘了他 当然怎么 Q上给我讲了 反正他这一轮 他说 如果我没有设服这张杀 他是直接让反对奔盘的 但是我们直接一个设服 直接让他明白了 所以 简单的一个设服 直接影响了对方的一个回合 但是呢 我们这一点也是考虑到一点 就是你要提前的了解 这一回合 对方可能 对你们方最关键的一个核心点 就是说 设服最大的作用在于 对于核心点的无效化 你能考虑到这一点 如果你当时怕什么 王一主 我怕个AOE 对吧 我去设服一张AOE 那你这一局就奔了 所以你要了解到你怕什么 这边国家杀我一刀 直接让我卖出五张牌 四张牌 我得丢五张牌才能打他 但是我觉得这么多牌 我队友肯定是有逃的 我完全不管了 所以 这个武将是考 考验你对局势的理解 什么叫做核心点 关键点 你要能分析清楚这一点 对方的核心点 关键点打不出来 从而你也就没有什么机会 对方也就没有什么机会 能弄死你了 连弩是不敢给到 因为六张牌 那 他也不是 他 我说了 他也是 可以接刀去下大桥 收死一个人挺好的 这边的话有桃最好能救一下 我一会儿一个桃源 能直接产生效果 飞雪飞雪 好 这个大桥再见了 这没办法保不住了 哎呦 当我没说 还能产生了画陀的作用 我先无中骗无限 骗了 顺手再骗无限 因为桃源比较关键 拿了冠师傅 开一个桃源 那反对就稳了 慢慢的打 这个不急 只要我们维持住 我们人数优势就可以了 这次我射服了一张 AOE好像是对 因为这个时候 也就怕AOE对我们大面积的伤害 这局有一点我还是考虑的没考虑好 但是我们再说吧 其实包括后头 我们现在可以直接去推国家 一会儿我去摄服一张桃 从而去产生秒国家的几率 这些都是 可以做作用的 韩当这边解凡有一个失误 他应该先攻其再解凡 他还明明 还很得意的样子 完了攻其一张装备 这肯定是先攻其再解凡 或者是先攻其了 等等等等 先攻其了 随便 比如说先攻其了这张连弩 让我都 好像他也是直接给我摸牌 也就不一样 也就一样了 但是我觉得应该是先攻其 怎么怎么样 反正肯定先攻其吧 让我少摸了一张牌 这个我们也就不多说了 没有 包括这样 我就射服了 这一局 作词这个双雄 完全是没有理由的 这完全乱打 你就摸牌就好了 急什么 决斗难道能敢决斗国家吗 敢决斗网易吗 这是乱打 当然这也就是做测试服 做测试视频 随便打 随便找的朋友 就是置顶房 那质量不好也正常 反正 对 我扶兵的决斗 对 这个时候排队的决斗我还没有见 刚扶兵完决斗 完了 佐词那个双雄出来了 因为这个是录像都看不到 我射服的什么 所以我要解释一下 这个那什么 射服的是一个决斗 但是决斗被佐词了 因为刚才决斗一张没见 我想把一些核心牌 AOE限制了 完了决斗限制了 这一局的 这一轮的伏兵 我想错了 这个应该伏兵 还是去伏兵杀 保一下 降低对方可能产生的输出 只要我们人数优势 求稳就赢了 但是我好像这一轮 提前弄了一下 提前弄了一个 设服了一个桃 但是我觉得我的队友 是产生不了 对国家的急火 秒人的 所以 我要讲一下核心点 还是要多考虑一下 尤其是在这一轮 不可能去秒国家的时候 我们应该以 设服对方可能产生输出牌 没基准 从而让对方产生不了伤害 但还好的是 韩当那边有闪 那我们从而 从这一轮开始 一定要理解了 因为当然我做直播 直播完我就说了 这一点应该是 先考虑到保命为止 完了我就去把对方的 核心牌去弄了 再去射服一张沙 保护 保护一下韩当 这一局的国家很牛逼的 轮轮那个 乐发动音资 大桥简直就是 建国家的好机友 各种因子 国家被乐了 所以从而一击给王毅 拆一下距离 保护一下自己 满了天堵 因子的效果 无限一下 还好国家那边没有距离 看一下王毅 拆一下那什么 属性 满了我无效化 这个时候我还是以 求本为基准 因为也不到 那个也不到 杀国家的 击杀回合 所以我还是保证 我的人不死 从而达到人数优势 过牌优势 完了慢慢打 就是稳赢的 所以我继续 射服杀 防止对方爆发 直到我们需要输出的时候 我再去考虑别的 或者说当对方 有一轮被乐了以后 这边断杀以后 我有 我有多余的这个牌的 多余的这个伏兵的发动几率 完了我再去考虑别的 其次大家可以考考 看出来一点 又是一次因子 就是结果呀 就是这么屌 就是大家可以看出来一点 就是当产生你的伏兵以后 那个会出现 比如我伏兵的杀 对方出杀 就会去响应 这你可以猜出来他的伏兵 伏兵的效果是什么 这边的话 因为这边是最后一个人了 我伏兵无效了 因为我马上可以再弄一下杀 从而保一下寒当 继续的伏兵 以对方的输出除非有联络 那肯定打不动人了 每回合有一次的输出的无效化 对于他们来说是非常非常的伤的 继续的 继续的集火国家 这边应该拆减一 保护一下自己 终于不添度了 真当他是周瑜用 这边接到南蛮 想多 一个伏兵 伏兵防止AOE 直接让他唯一 唯一可能斑蛮的东西都没了 他想通过南蛮去收还 那机会想多了 这边的话 他们没有靠杀 我这边可以继续的伏兵南蛮 现在对于他来说 绝对打不出来 南蛮打不出来 杀打不出来 回合那底摸到四杀 我还才有可能产生伤害 那基本上是对于 这个医学的 就肺一滴血的王毅来说 是很难达到的 所以说这一轮 他们应该是稳输局了 尤其是我们这种 优势求稳的武将 这个时候 国家已经忍受不了了 从而托管人说 你也是产生不了作用 我继续的射服 把任何可能导致我们翻盘的牌 我全部射服了 就基本上完成了 他们不可能打死人的这种效果 我们加快一点 而且我们可以看出来 成玉是完全一个优势局球本 能武将 让对方根本是产生无可奈何的样子 杀了国家 万一投降 这已经是他肯定是打不过了 那行 今天这个成玉的测试评 已经基本上把技能发挥的很好了 包括奔玉已经发挥了 国家杀我摸了那么多牌 第二次杀我可以飞他的血 但是一是国家卖血 二我们要弃五张牌 这个他也不合算了 因为他四张牌 我们必须比他的牌多 所以大家可以了解一下这个技能 第一个射服 已经是完美的展示了 如果没有射服 这一把是反对公团局 但是通过我们最核心点的把握 从而离混缠那一波没打起来 最终获得了比赛的胜利 那行 今天视频到这 谢谢大家